各位兄弟姐妹,今天的四兄金句是 《小狗也可吃到孩子们的碎蟀》 《埋谷福音》7章28节 今天这段福音很特别,很奇怪 特别是耶稣的 开始的时候,他好像很铁石心墙 他真的不想帮外邦府人 甚至说到一些尖酸黑薄的东西 他说,给仪女吃的饼,不应该给小狗 给犹太人的恩宠 天主是照顾犹太人的,犹太人选民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外邦人,没理由帮你们 是不对的 看上来,耶稣不近人情 但也有不少学者跟我们解释 我们要留意,因为之前说的是 结与不结的问题 现在耶稣到了外邦人的地方 这些其实是不结的人 从犹太教来说 于是耶稣是想借着 与这个妇人中间的互动 来让门徒认识到 外邦人当中以为他是不结的人 不是选民 但他们对于天主也有很大的信德 甚至在犹太人当中也少有 所以耶稣是否值了一个机会 来教导门徒呢? 回来看看这个妇人 的而且她的信德真的很大 首先,她抛头露面 昔日的社会应该是丈夫 就是父亲的父亲 就是为了女儿去找人帮忙 但是她是父亲的母亲 是否是单亲家庭呢? 不知道 但是看到她的爱女情深 虽然被耶稣留难 但是她有智慧 也坚持 是的 子女吃的东西就不应该让狗吃 但是狗仔小狗 那些圣经学者说 可能就是说家里养的东西 很重物狗 可以吃碎蟋 掉下来的那些 用来挖一下手 那些面包碎 那些手有些油腻的东西 以前没有餐巾 都可以吃那些 你给了一点我就已经够了 可能有些人说 如果耶稣医好我 什么都可以做 或者医好我 家人大病 绝症 但是我们要留意 这个妇人 不是让女儿好才相信 耶稣说 你走 你女儿好回了 魔鬼离开了你女儿 她已经相信了 她的信得真是大 她是相信耶稣 而不是相信耶稣 给她那些什么恩典 我想是一个好的例子 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所求的 得不到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的话 那我们最后所得到的 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肉身 这个世界上 我们渴望着能够有的恩典 因为到最后 是上主自己 成为我们的恩典 好 让我们重复这句圣经金句 小狗也可吃到孩子们的碎蟀 买国呼音7章28节